在高雄男子地区服务四十多年的健人医院, 从城外科诊所到现在的医院体系, 始终以关心伙伴、照顾病患与守护社区作为医院的成立宗旨。 除了提供专业医疗照顾及舒适温馨的环境外, 进一步从医院专业的治疗变成社区健康的守护者, 更是医院存在最重要的使命。 爱美是人的本性,拥有一个较好的身材是每个人的梦想。 医院针对体重管理、减重手术服务, 成立媒体健康中心, 誓言为大尺码男孩、女孩找回爱情的春天。 我们高雄男子健人医院的媒体健康中心, 主要提供的是体重管理的服务, 主要针对了体型的雕塑还有健康的调整。 那我们希望能够改善因为体重问题所带来的健康的一些影响, 包括像是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, 能够降低这样的风险。 我们可以透过手术、中医、西医、营养减重, 各式各样的体重管理的方法, 然后来协助有体重管理需求的民众, 来达到有效管理体重的效果。 占地于百平的媒体健康中心, 提供高品质、恢复快的体重管理服务, 礼聘台湾减重手术权威蔡敏县教授团队进驻, 规划整合减重手术在内的多元医疗区块链。 我们媒体健康中心的特色呢, 总共可以分为四个一。 第一个一就是所谓的一条龙的服务, 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健康照顾的需求, 我们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很顺利地 帮他们的完成。 第二就是所谓的一站式的服务, 从手术前的评估到术后的追踪, 我们都有完整而且非常顺畅的一个流程。 第三个一呢,就是所谓的一辈子, 不是只有它单纯来给我们短暂的看诊而已, 而是它终身一辈子的一个体重管理的一个服务。 最后一个一当然就是一级棒, 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在软体或者是硬体, 团队的成员的训练, 我们都是以医学中心的等级来自我要求。 由蔡明县主任所带领的专业医疗团队, 特别重视手术前完整评估, 以及减轻手术后疼痛, 并且将减重手术后的再次手术机会控制在0%, 能有如此高品质服务, 都要归功于蔡主任率先引进欧美减重手术团队照顾模式, 让如此亮眼的成绩享誉全球。 在接受过我们治疗的个案里面, 我们其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, 有些是妈妈因为看着自己的孩子身受肥胖所造成的疾病, 造成的痛苦, 例如像是气喘, 例如像是活动不变, 例如像是外形的关系导致他们自信心不佳, 所以在父母的陪同之下, 他们来接受我们的治疗。 我们的过去的服务经验里面呢, 事实上我们服务的个案不仅仅是局限于高雄本地, 我们更希望是作为台湾观光医疗的领头养。 因为我当初因为有气喘加上胶主遗传, 所以来找蔡明县医师, 从开刀到树后, 蔡明县都有在关心, 然后也服务得很好。 谢谢蔡明县跟团队的照顾, 然后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。 医院除了媒体健康中心的成立外, 也不断强化医院内部的医疗设备, 如骨科的脊椎内视镜医疗设备, 这是一项结合科技及艺术的手术, 让脊椎的相关手术变得更安全, 同时也缩短了病人复员的时间。 我们传统上对脊椎的手术, 我们的想法只有打钢钉入珠子。 那相对上这种对病人来讲, 伤口又大, 组织破坏又大, 病人大概要三到六个月才有可能恢复。 现在科技进步了以后, 我们脊椎有内视镜有长足的进步, 单纯的椎间盘突出, 或者是脊椎狭窄, 那么我们建议病人不要用开万素手术, 我们只是做内视镜, 单纯只有0.7公分的伤口, 就可以达到减压的目的, 所以对病人的伤害性比较小。 小时候听人家讲说要开骨刺, 哇,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。 不小心一开碰到神经, 就是,哇,前三五天, 经过卫医大夫跟我沟通, 告诉我说, 这脊椎这一世界的好处很大。 我的体会是说值得推广啊。 重视病人医疗品质与安全, 提供优质的医疗环境与服务, 积极配合国家卫生政策推动, 持续关怀弱势及通暴, 更屡次获得相关单位的肯定, 包含医测会, 医病共享决策医疗机构实践运动实践机优奖, 健保署, 协助弱势个案通报等等的表扬。 未来更持续以关心伙伴, 照顾病患, 守护社区的理念深耕社区, 并以服务教学病重来持续守护乡亲健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